好 今天TVBS娛樂頭條 這一星期報戰出外景 我們歡迎樂團明先生來了 好 明先生 沒錯 很重要的一個消息 我們讓盛浩自己來講好了 是的 各位朋友 明先生即將在9月21號登上台北小巨蛋 舉辦我們第一場小巨蛋演唱會馬戲團運動 歡迎大家一起來玩 沒錯 這個消息已經公布了 當然買票是必要 但是他們同時也在準備 聊一下心情目前準備得怎麼樣 其實是心情上是蠻熱血的 因為畢竟第一首歌馬戲團運動 也是我們當初的出道 所以過十年後 其實就還是帶著熱血的心情 辦演唱會這樣 小畢你剛剛被Cue到說 要當身材單當電線 我知道 因為他們剛剛是講說 如果廉價兩場又秒殺他要脫 但是感覺他沒有很願意 因為你現在被Cue說是身材還不錯的 那我只要跟你說可能要先準備一下 真的嗎 要兩場秒殺 你就跟觀眾講 我不要亂講 就盡量啦 沒有問題 好啦 給大家一個福利 但我們也要特別問一下 這一次的歌單安排 大家很期待 因為很多人都是跟了大家十幾年了 有沒有歌單安排 可以跟我們稍微透露一下 現在都還在準備 就是我們有很多不一樣的組合 然後最後還是會跟視訊跟燈光 我們現在已經開了六版的歌單 對啊 就是 有遇到什麼狀況嗎 又塞不進去或者是什麼 對 其實各個大家想到的狀況都有 就是各個大家都有意見 真的是六七版歌單 歌太多了 歌太多了 然後大家的想像都不太一樣 所以現在其實還在 碰撞這樣 問一下一帆 你們目前剛剛說開六七版嗎 有初估目前也像會時場嗎 大家很關心這裡 我覺得那個歌單這樣子排下來 應該至少要三個小時起跳了 也沒有上超市很重要 因為超市會發現 是嗎 沒錯沒錯 但我們要問一下 因為當然也像會不會有票房壓力 但我們要問一下 因為其實7月6號那一天 831也要賣 他們在台中 是嗎 怎麼辦 兩大天團要尬一下 我們就 就 就 彼此加油囉 831的朋友們 剛剛有聊到說 玩OK Rock在高雄也要辦 對然後大家很好奇說 如果家常有沒有機會 要來當嘉賓 那我們岳陽喊話一下 こんにちは 我是ミサで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謝謝 謝謝 沒錯 因為其實這一次的演出 對他們來說很重要 那現在目前的狀況來說 覺得大概準備個七八成有嗎 還是說 目前會不會有什麼新的一些小巧思可以 老實說大概六成 五六成左右 我組出來了 對就是五六成 然後其實後面的那些在準備的事其實就是因為剛剛說的還有五六版的歌單還在討論 所以其實大家都還在確認 因為你的師兄這麼多有沒有想要跟誰特別情義一下 還是說對你們的演員太多次了 其實都還是會啦 就像我們不用特別情義 像任賢奇大哥就是三不五時就會打電話來關心我們 然後 他在講電話是不是 很熱心 我們哥哥 我們哥哥很溫暖 對 就是他都會關心我們 然後 問我們近況 我們跟他講說我們要辦演唱會 他也都會跟我們說一些他的建議啊 或者是他的想法 所以 其實公司的大家真的很溫暖啦 很謝謝他們 最後一題問一下 今年有沒有嘉賓的計畫 預算嗎 預算 也可以啦 我知道演講會有花錢 有的有的有的 就是嘉賓一定如果有找到適合的 因為我們還是希望我們自己的歌單為主 排完之後我們再來想 嘉賓放在什麼位子是最適合 而且可以給大家最大的驚喜 我們不要為了請而請 有提示嗎 因為還沒排完所以我不知道是誰 還是你要來當我們嘉賓 謝謝謝謝 好沒錯今天的決心情報展就先到這邊 我們謝謝米先生 感謝你們 謝謝謝謝 掰掰